兩名歹徒來到銀行大聲呼喊搶劫 不過裝扮怎麼有點眼熟 原來是結合了網路爆紅短片三道猴子的一生 由偵察隊員飾演的歹徒 因著迷玩車跑山缺錢花用 而萌生歹念持槍搶劫 發現在銀行內準備提領巨款 給網路男友的白雪公主 便乘即行搶 中山分局員警們創意發想 讓房牆演練更具戲劇效果 本分局這一次藉由我們時下年輕人 在日前流行的三道猴子的角色 以及白雪公主小矮人 她對於白馬王子的憧憬 這個部分我們來做一個 把它融入我們的房牆的劇本裡面 讓我們這個時下的我們年輕人 他們最喜愛的角色 來讓加深他們的印象 來對於打炸 防炸的部分 以及防牆的部分 能夠植入他們的觀念裡面 來藉由提高這個危機意識 來防止相關的這個搶案啊 詐騙的案件來發生 是為了要宣導反詐騙 只有還有反強演練 所以說我們偵察隊就扮演了很多角色來 讓這個劇情更逼真 之前有南拜平裝過嗎 沒有 中山分局長陳京城表示 年關將近分局將持續加強 金融機構的警戒及巡邏 並提供免費護抄服務 保障民眾財產安全 另外因應詐騙手法不斷進化 中山分局也將持續打擊詐欺犯罪 強化民眾的施詐免疫力 為了讓民眾安心過好年 我們警方特別在計畫 來執行加強重要節日安全護護工作 那它有三大主軸 第一是自然平穩 第二是交通順暢 另外第三的部分是民眾安心 那其中在自然平穩的部分 我們持續來強化打擊詐欺 以及毒品 以及幫派犯罪 另外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加強金融機構安全維護工作 那有鑑於農曆年前 民眾多有提領大筆的款項 以及販操的需求 所以銀行財務的匯集量增加 那為確保安全 那我們警方也在這段時間 除了針對轄區的金融機構 以及銀行珠寶業等財務會及處所 來加強安全維護之外 我們也進行環境檢測的工作 然後我們建立嚴密的警民聯繫管道 對於特殊的及時的案件 我們加強來做防處 另外我們也加強 上開處所的巡邏 以及安全維護 以赫止犯罪案件的發生 我們期待藉由平時的演練 來提升金融機構的自衛能力 以及警方跟警方配合主詐 以及防搶的應變能力 在此我非常感謝我們合作金庫 長安分行的全力的協助 讓今天的演練能夠圓滿的來完成 然後最後在此也提醒 我們民眾年節將至 外出採買或旅遊 貴重的物品因隨身攜帶 財不入白 尤其在人潮擁擠的處所 更要提高警覺 隨時留意隨身的財物 不要讓蕭蕭有機可乘 逃逸的歹徒最後在中山分局 遠景合力圍捕下被制服 中山分局希望透過防搶演練 有效提升金融機構防搶能力 同時呼籲民眾 若遇到疑似詐騙 應提高警覺 並可撥打165反詐專線諮詢 以免落入詐騙陷阱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